KIA车厂宣布召回32万架车 原因是车尾箱门锁可能断裂 还以无法在车尾箱内打开 违反了联邦相关的安全标准 第一次要召回修理的汽车 是KIA车厂2016年至2018年期间 生产的Rio和Optoma型号 当中包括油电混合车 涉事汽车的车尾箱门锁可能会断裂 令人无法在车尾箱内部打开 若车尾箱内有人会增加有人被困在里面的风险 由于不符合联邦的相关安全标准 所以需要召回修理 KIA汽车将会在10月19日之前 陆续通知受影响的车主 他们可以将汽车带到KIA的经销商 免费维修车尾箱门锁